动是身的意思 通的意思 天眼通 又名天眼智通 又名生死智通 这些诗 天眼通的别名 天眼 天去之言 天去就是天道 六道里的天道 升天你就得到 这叫报得的 所以他不是修得的 天人 我们人间也有 是修得的 也有报得的 在中国大陆 我们听说过 有特异功能 特异功能里面 天眼占的数量最多 我早年 在加州 在洛杉矶 建道过 那个时候从中国 到美国来的 几个年轻人 二十几岁 三个人 都有这个能力 有天眼 他们不叫天眼 叫X光颜 他能够透视 人的 内脏 有这个本事 我在洛杉矶 前进 遇到 我们同学当中 有一位 父女 让他们来看 他们看了之后 指出他 你曾经得过 飞机盒 得过这个病 但是现在好了 盖化了 还有八 指出 在哪个位置上 这个同学当时 就感到非常惊讶 他自己知道 小时候得过飞病 但是没有人知道 他的先生都不知道 结婚多年的养小孩 这个事情 没有跟他先生说过 被这个 X眼睛的 看出来了 指出来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 那我们也曾经 向他请教 你这个能力 从哪里来的 他说天生 从小出生就有 就能看到别人 看不到的东西 我们就问他 这个能力 是不是永远保持 不会失掉 他说不会 会失掉 年岁越大了 这个能力就衰退了 为什么呢 你想事情太多了 太杂了 太久没有了 这我们明了 他清净心 起的作用 从小那是叙事 过去生中 心地清净 这一生虽然的投胎 还是有相当的 清净度 所以他这个能力 能显现 大概什么时候 没有呢 到快到三十岁的时候 就没有了 二十几岁还有 三十几岁就没有了 他有时间性的 如果修定 能的渗透 修定的天眼天耳 是最容易发现的 真正能有一点定功 也就是心地清净 烦恼清智智慧长 就有这个能力 能看到 别人看不到的 能听到 别人听不到的 这个我们同修当中 有好几个 有这个能力 又天眼通知 灰云疏运 能见六道众生 十此生彼 苦落灯下 这个能见六道众生 至少 是生闻远求 他能见得到 这是圣人的天眼 不是六道天人的天眼 六道天人的天眼 四空天的天眼 能见到 四禅天的天眼 能见到 以下 见不到四空天 四空天在他指上 六道众生 十此生彼 人道 死了 生到天道去了 他看得很清楚 生到极乐世界去了 他也看得很清楚 这些人 也有能力到极乐世界 好像观光旅游 他不是常驻极乐世界 他知道 知道有这个地方 详细情形 他不知道 详细情形 要知道 他一定会发心 就往生 对他有大力量了 那么在极乐世界 这些观光旅游的 这些观光旅游的 众生很多 六道里面 人道 死了 到出生道去了 到墨鬼去 到地狱到去了 他都看得清楚 都能见到 苦落灯香 山徒受苦 天人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